iPhone 16e 这个手机也算是iPhone 16系列的一员 刘海平 一颗摄像头 机身背面和iPhone 4一样 简洁 虽然它不像iPhone SE一样复古 但这个造型你也很难联想到2025年吧 和以往的iPhone SE搭载的是满血旗舰处理器不同的是 这台iPhone 16e虽然搭载的是A18 但是这个A18又再次阉割了一刀 GPU从iPhone 16的5核塑取到了4核 这样一来 它的GPU规格上和iPhone 16 Pro旗舰机已经差了50%了 好在Apple Intelligent的需求放在这 这台手机还是给了你8G的内存容量 CPU也确实是满血的 实话说这台手机本身真的没有什么太多值得聊的 但它的体内却搭载了一套全新的通信模块 苹果CE 其中就包含了苹果自研的第一颗基带 这才是我们今天想要了解的东西 我们今天为综合实验室测试的数据 和实际网络下的表现来综合看看 C1到底为新iPhone带来了什么 包括信号 网速 功耗续航 咱们今天都会来好好聊聊 不过在正式测试C1之前 咱们先来简单看看这台iPhone 16e的性能表现吧 先来看看基准测试 在Geekbench 6当中 峰值性能和搭载满血的A18的iPhone 16完全相同 但GPU性能就是另一回事了 3DMark W2E测试当中 这个残血A18甚至还没打过iPhone 15 Pro上的HG Pro 3颗A18系列形成了一个等差数列 在Steel Nomad Lite测试当中也延续了这样的情况 这颗GPU和骁龙8Elite以及天玑9400的差距 已经不像同一代处理器了 GPU规格这么低 那它的能效表现又如何呢 没想到 论能效 这颗4核残血A18GPU居然和5核满血版没什么区别 三款A18系列的GPU都是同一个水准的 但是和8E还有9400上的GPU相比 依然是差得老远 这样看起来 这颗iPhone 16E上的A18青春版的CPU部分 和其他iPhone 16系列CPU几乎相同 但GPU的峰值性能有了显著血弱 好在能效上看起来没差差别 那我们来简单看看它在游戏里表现如何吧 首先崩坏星球铁道 目前游戏还没适配 iPhone 16E的分辨率给的过高了 但即便我们想到低档分辨率700P出头 16E也只能跑个平均42帧 中档的800P更是只能跑38帧不到 怎么比你都比不过标准版iPhone 16 究其原因呢 是iPhone 16E的散热表现非常一般 看功耗你会发现 整齐只给到了4W左右的释放 这比标准版的iPhone 16低出将近1W 本来iPhone就已经比较怂了 iPhone 16E只能说比怂更怂 如果我们看机身温度的话 仅仅4W的iPhone 16E 30分钟表面温度 却和5W的16标准版差不多 哇 这个散热实在是太复古了 另一个游戏的明朝同样如此 只能跑4W的iPhone 16E 在分辨率更低的情况下 帧数还远远不如标准版16 它这个明朝表现也就跟一些八阵三极型差不多 同样是因为抽象的散热能力 明朝的机身温度 4W的iPhone 16E 甚至比5W的标准版iPhone 16E还要高啊 原神这里我们不光测了标准成绩 也跑了30度5G的魔鬼测试 更换了5G7代的iPhone 16E 表现是不是会稍微好点呢 确实在5G下 iPhone 16E缩小了和几位大哥的差距 平均47帧还算是能看吧 但缩小差距可并不意味着反超 iPhone 16E的性能依然不低iPhone 16和16Pro 只能说比前年的15Pro要好一点 机身温度也没有显著更低 本来以往的iPhone SE 都是性能和标准版一样的小钢炮 还以为这iPhone 16E也能继承光荣传统 没想到这iPhone 16E是散热更差 调度更松 这也真是没谁了 那iPhone 16E这个性能表现真没啥可聊的了 咱就突出一个乏善可陈 那么咱们还是赶紧进入正题吧 这苹果C1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呢 目前的智能手机你可以简单看 是一台带5G的小电脑 那我们平时聊的都是它电脑的部分 苹果的这个部分已经实现了字眼 而且水平很高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5G通信的部分 长期以来苹果都只能依靠高通提供的方案 而C1就标志着苹果正式进军了通信这部分的字眼晶片研发 其实关于C1 苹果官方并没有详细做发布 但它也有几个关键点是你需要知道的 第一 C1并不像A18那样是指一颗独立的芯片 它是指由包括Modem基带 RF射频收发机 基带供电批命 等等几个芯片 加上其对应的软件所组成的一整套系统 第二 C1主要包含4G 5G信号的风波网络部分 而不是WiFi蓝牙这部分 第三 信号不仅仅只和基带有关 天线设计 调校策略等等 甚至影响更大 而C1相比较于iPhone16使用的高通X71基带 最直观的更新就是基带SoC使用了台积电N4工艺 RF收发机采用了台积电N6工艺 这两点相较于高通X71的三星工艺来说有了很大的进化 尤其是RF收发机 它从高通的三星14LPP工艺进化到了台积电N6 工艺上这可是有显著歹差的 这就意味着C1可能在能效表现上是比较亮眼的 包括基带芯片本身也需要集成超小核来控制 苹果其实除了A系列CPU里的超大核和大核以外 它也自研了一颗不太常见的超小核 用在苹果芯片的安全模块包括苹果的R1里面 这次的C1也有用到 知道了这些咱们就可以开始测试了 我本来想先测试5G线网下的峰值速率 结果我发现现在咱们这个5G可是越来越慢了 在我们工作室附近 甚至已经找不到能跑到千兆5G网速的测速区域了 这个测试也就变得意义不大 所以我们就测试了第一个项目 功耗 首先是5G模式下的文件传输功耗 我们在实验室里自己搭建了5G合金网 一乘一天线 SISO打满我们网络带宽进行大文件传输 这次模拟了两档发射功率增益 分别是高信号强度和低信号强度 对应5G信号比较好和比较差的情况 并进行主板功耗测量 最终我们测出了这样的结果 你不但看出5G网络下 iPhone 16e的C1确实是在功耗上有优势 尤其是在信号强度比较好的时候 它的功耗看起来明显要比高通基带的iPhone 16要来得低 信号强度比较低的时候 它的功耗依然可以保持一定的优势 那如果我们换用4G网络 C1依然可以有功耗优势吗? 在4G下 不论是高信号强度还是低信号强度 iPhone 16e的功耗都要比iPhone 16来得低 主板功耗上的差距还挺符合官方公布的25%能效增加的 所以综合5G和4G下的表现 还是看得出来 C1的确是让iPhone 16e更节能了 但是除了节能以外 信号表现又如何呢? 我们首先测试了在5G情况下的信号瀑布图 我们在屏蔽箱内搭建了一个自有的NC1屏段的5G核心网基站 并且布置了两根1x1SISO的信号发射天线 以及一根额外的造成发射天线 然后我们绘制出了这张5G下的信号瀑布图 简单解释下这张图 横坐标是我们的发射增益 它可以代表信号强度 纵坐标是噪声水平 它代表目前的干扰程度 那我们通过iPerf拉流下行测速 来判断实际的信号质量 最终就得到了这样四张图 图上的等高线代表传输速率 等高线越黄 就说明此时的传输速度越快 不难看出 在5G环境下 iPhone 16e和iPhone 16是比较接近的 但在干扰水平比较低的时候 它比iPhone 16的调速来的要早 这里面最强的无疑是华为Mate 70 Pro家 即便在最强档位的干扰下 依然可以维持满速 直到增益相当到60多dB 在同样的干扰情况下 iPhone 16和16e 跑到70多dB的增益 就已经开始调速了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测试我们只搭建了纯5G基站 没有加入4G基站 所以信号强度在降低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不会Fullback到4G网络 而是直接断网了 这个会跟咱们的日常使用场景有所区别的 我们还测试了4G 单天线塞索 20MHz频宽 四种频段下分别的速率 在联统和电信主要使用的FDD LTE BAND1和BAND3频段下 它的下行速率几乎和高通机带的iPhone 16 以及小米15相同 但上行速率明显比较慢 而在移动主要使用的TDD LTE B40 B41频段下 它的下行速率反而比较慢 但是上行速率又比其他的两台手机更快 看起来C1擅长的频段和高通机带还挺不一样的 光看实验室数据还不行 我们这次为了测试它的实际信号表现 专门坐上了高铁 我们就来实际看看 在高铁这种要应付多基站快速切换的传统下 iPhone 16e的表现如何 5台手机均使用中国电信的SIM卡 先来看看第一个测试 我们开了一个直播推流 让5台手机同时在火车上观看这个直播间 我们记录10分钟内直播的掉线次数 以及缓冲的总时昌 这样我们可以看得出 在高铁这种基站切换频繁的场景下 这几部手机的掉线情况 结果在5G情况下 不论是这里面哪一台手机 都出现了频繁的掉线情况 其中掉线次数最多的是iPhone 16e iPhone 16的掉线情况也比较严重 iPhone 16 Pro和小米15比较接近 掉线次数最少的是采用 连8颗平台的X200 Pro Mini 不过考虑到高铁上 这5台手机的距离本身就比较近 而且5G下手机之间的信号干扰和屏蔽 也可能会导致测试误差 这个测试结果更多还是仅供参考 但即便如此也不难看出 iPhone在这种场景下 的确会比安卓更容易断线 我们把网络切换到了4G 又进行了一轮测试 这次在10分钟测试当中 iPhone 16 Pro变成了掉线最多的那一台 iPhone 16和16E的掉线次数持平 但是iPhone 16E的掉线总是长更短 仅次于Vivo的X200 Pro Mini 考虑到iPhone 16E测试时放置的位置本身也比较吃亏 可以说它在4G网络情况下的相对表现 是强于高通机带的iPhone的 那么在高铁上让这台机器强望速呢 我们也测试了一下在行驶过程中同时测速的情况 结果5G下令人例外的情况出现了 三次测试iPhone 16E的下行带宽均仅次于小米15 比两台高通机带的iPhone明显要快 上行速率也同样比两台高通机带的iPhone要快 或许新iPhone的前往能力一确是有所进步的 4G下它的下行带宽就没那么快了 但是上行带宽确实是相对比较快的那台 总的来说从实际场景的测试表现来看 它至少没有比高通机带的iPhone表现更差 这次我们首发测试的时间比较有限 因为信号测试本身就是一件难度非常高的工作 所以目前的测试结果是比较粗略的 但从我们目前的测试来看 CE的优势主要在能效上 确实比之前的iPhone的高通方案更省电了 至于信号其实基带只是其中的一环 天线设计的影响是更重要的 我们也没觉得CE能够彻底改善iPhone的信号 反正单论能效也许你可以期待一下 今年换用了自研基带的iPhone17系列了 在测试过程当中我还意外发现了一件事 那就是iPhone在长时间断网之后 重新连接基站的策略非常的不积极 具体就像这样 你看现在我手机是在飞行模式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自组的4G网络 然后在这个屏蔽箱外面 基本上是没有信号的 信号在这里边 开了门才会有信号 然后我现在把我的飞行模式给关掉 让它去搜索信号 你看开始搜索了 一次 两次 三次 好 还是正在搜索 没有搜索到信号 然后这个时候它会进入到一个 相对来说比待机功耗稍高 但是就是慢慢的在搜索信号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再等一会儿 我们等这个信号掉下去 好 现在出现无服务了 你看这个地方的这个功耗也开始慢慢降低 然后我们已经过了一分钟 现在我们把屏蔽箱 咱们给它打开 现在我把屏蔽箱打开 这里面现在已经是一个有信号的状态了 但我手机上依然显示无服务 而且它好像并没有再搜索的意思 我们再等它一会儿 给它15秒 好吧 你看它其实没有任何搜索的情况 它没有任何搜出来的状况 然后这个时候 广大iPhone用户最熟悉的场景出现了 如果我这个时候打开一下飞行模式 再把它关掉 注意看啊 3 2 1 好了 网络回来了 不是这太抽象了吧 这是谁写出来的方式啊 这就是为什么iPhone在不同基站切换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的网络经常回不来 经常会断网的根本原因 好 这一台是iPhone16E 我们再来试试看 它从断网下恢复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那现在你看到我现在是飞行模式 然后我现在把它关掉 好 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现在把这个平立箱给它打开 你看它跟其他的iPhone一样 好像也是不去搜网的 不去主动搜网 可以说啥反应都没有啊 这时候我们再开关附行模式 打开 关掉 3 2 1 瞬间就有网了 看来iPhone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基带 不仅仅是天线这些问题 我觉得跟它的省电策略有很大的关系 好 我们来试下小米啊 这个地方也是没有信号的 飞行模式已开启 好 我们等个五秒钟 好 搜信号 也等个将近一分钟左右啊 那等一下我们打开屏蔽箱 看一下它多快能够恢复网络 好 我现在要把屏蔽箱打开 看一下多长时间啊 诶 恢复了 你看小米的策略 你是不用去开关飞行模式 它马上就能连上网的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为什么 我们明显能感觉到 比如尤其是坐地铁的时候 在几个基站之间切换 安卓手机的信号明显屡苹果好的原因 我给你们再看看更有技术的事情啊 我们现在把屏蔽箱再关上 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没有信号的地方 好 现在又没有信号了 对不对 但你注意看啊 它现在这个4G显示的是多少呢 它有4格 然后我们来测一下速 看到了吗 实际上是没有网络的 0格 看到了没 实际上是 但它的显示依然显示的是4格 好 我们来刷新一下看看啊 你看现在这个网页都刷不出来 然后你只会看到它这个信号 然后再4 3 2 1 这样一格一格往下掉 终于它没有了 那我们再离它近一点 你看啊 我们先放到这里 开一点 让它再收 好 收到了 再测一次速 你看这时候它是有速度的 对不对 好 我们关掉冰箱 好 往旁边移一点 你注意看啊 这个速度 现在已经没有网了 实际上 速度已经没了 但它还是显示满格信号 没错 满格信号 但是没网 看来这就是为什么iPhone用户需要熟练掌握飞行模式的开启与关闭 这项基本技能的原因了 既然期待的能销更好了 这次的iPhone 16e续航会不会有惊喜呢 从log文件看 这次的iPhone 16e额定电池容量为3961mAh 这个容量明显比iPhone 16和16Pro更大 看来这可能就是取消MagSafe的核心原因了 我们这次的续航测试使用了全新的测试标准 因为固定测试流程的续航测试太容易被厂商钻控了 所以我们这次设计制造了全新的5G续航测试机器人3.0 但目前的测试项目和测试流程我们先不公开 由于新版的5G测试还是个Beta版还在debug 加上这次测试时间非常紧 所以我们目前只测试了iPhone和小米15的续航 并且成绩也只是Beta版成绩 正式版的续航模型还要进一步对项目的反作弊进行调整 这次我们就先简单对比一下 更详细的续航测试还是等咱们接下来的零售机续航大横评再来揭晓吧 那么在3.0 Beta新版本5G续航测试当中 iPhone 16E的续航直接比两台小尺寸高通基带的iPhone 16系列强了一个小时左右 那如果你要和iPhone 15 Pro比的话 甚至取得了2.5小时的优势 8个小时左右的续航成绩已经非常接近iPhone 16 Plus和Pro Max两款大机型了 能用这样的续航表现 大电池和C1基带的能效表现都功不可没 不过即便如此 它的电池容量也和目前的安卓旗舰相差不小 所以在和安卓阵型对比的时候 iPhone 16E的续航也很难说有什么优势 更准确的测试结果就等到咱们的旗舰机横屏续航片再和大家见面了 这台iPhone 16E就手机本体而言 可以说是十分的罚善可乘 毫无新意的外观 严格严重的性能表现加上手发完全不便宜的价格 要知道我手上这台512G的iPhone 16E 定价高达7,499元 这个价格都要赶上iPhone 16 Pro 128G了 就以它目前的这个价格 我实在很难想象为什么要购买一台没有灵动档 只有60Hz刷新率和单摄像头的iPhone 虽然手机本体平平无奇 但它搭载的CE芯片确实还是挺有看点的 先进的工艺带来了显著更优的能效表现 虽然目前在信号强度和网速上并不会和高通机台拉开差距 但它也绝对不是前几年像英特尔基带那样的低人一等的产品 考虑到苹果在半导体领域一贯的执行力 CE的表现不禁让人期待起来未来 可能是C2、C3乃至更后面的进化 以及它是否有可能搭载成A系列乃至于M系列处理器作为内置基带 是不是在可见的未来 我们就有可能看见可以连接5G的MacBook了呢 这颗芯片无疑为苹果未来的产品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我认为这件事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点赞前来个素质三连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cz e啦 对 感谢 对 它